那时候啊就是想去找声音的时候 然后我到了贵州的山里 到了苗族的返牌村 早上起来跟他们去上山 然后唱飞歌 为什么叫飞歌 因为从这个声音 哇飞到那个山上 嘻嘻嘻 要比 啊 哎 那声音就飞过去 所以他们叫飞歌 很形象 然后呢晚上呢 大家都睡觉了 老人都睡了 然后年轻人呢 就女生啊 他们就在那个窗户边 呜呜呜 然后我说这什么声音啊 然后我就顺着那个声音去 原来是小伙子 啊在等着呢 去去找女孩 顺着女孩的声音 然后就一队一队唱着歌 对就约会 然后我当时就感觉到 原来唱歌是为生活服务的 嗯 所以那次这个采访 让你有一种 让我有一种就是 哦唱歌不是一个表演 它是一种生命力的展现 而且它尤其要真实 嗯